後來為什麼要出去創周先生呢 我覺得其實在標的時候 因為台灣舞團要能夠養活一個人本來就很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共同在做標舞劇上的每一年的製作參與的時候 都是帶著一個 我覺得帶著一個蠻想要凝聚做好一個作品的心情去 好比說有一年有鐘龍然後甚至有黃毅啦 有一些人加入 我覺得那都是一個很凝聚在做作品的這些人 那在除此之外我當然為了生存我還在很多地方編舞 所以一直以來都還有一個自己的腦袋在運作著 不管是在看待台灣的舞蹈生態也好 所以也去教教課啦也去學校 那只是後來我就出國去住村 那一年半回來之後 好像心中有一些想法就是覺得 就像舞蹈旅行計畫的開啟我想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這樣就是那一群作品 還有七八年合作下來的舞者 然後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我跟這群舞者共有的一些作品發展下去 所以大概一個契機是來自於舞者們 我們未來還有可能再看到兩位一起在同台演出嗎 一加一其實不太算啦 一加一是你們兩位各自有作品 是 未來還有可能嗎 其實當年我一定要回想一下 當年其實你們上台演出的時候 我看的那個舞作還有鐘龍 對 台下有好多女生是這樣子 就是你知道好喜歡 然後崇拜的眼神 約莫就像樹翼當年看舞康這樣 對啊你看我那時候 非常美的畫面 什麼時候我們還可以再看 快了 是嗎 什麼時候 我們先撐完這一檔 我們先努力的撐完這一檔 不倒 就跳 就看兩廳院了 對 我相信兩廳院 對因為他這次給了 怎麼講台灣的舞團 一個很好的機會吧 一個階段 所以對啊等他們邀請我們 對 就是我跟他跳 而且這次其實我覺得還是很之後 裡面兩個團裡面都有非常多 好的台灣舞者 是 對 很想要搶你知道嗎 很想搶 就是他那邊的女生 因為我這次有女生 對 我有我太太 然後有她同學劉怡鼎 那我本來也有想要從他那邊找人 然後 從他的舞團裡面找人進來加入 可是因為當我們這樣子就沒有辦法 就是因為同一個台 同一個時間就是沒有 無法附和的 對 我想下一次就可以和團演出了 之類的 舞者交舞者一起跳 對 很康的舞 也可以啊 或就是我們兩個單挑 真的 很想看 可以嗎 你覺得賣的好嗎 一定會很賣的啊 你看你們拍的那個海報 多麼有心機 就是兩位型男帥哥 就是預告 就是未來預告 合作的預告 對 近座 對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來到現場 我們也很期待一加一雙舞座 在兩廳院的演出 謝謝 謝謝惠琳 謝謝